長實一拖90天 長實一拖90天 大約30名將軍澳日出康城領峰的業主 在地盤對開分界抗議 有業主說 發展商持交樓令他要繼續租樓 蒙受損失 他們有批評港鐵作為項目的土地擁有人 應過嚴格監控發展商的工程進度和質素 他們要求發展商加快趕工和賠償 長實回應表示 領峰在建築期內 因火警和惡劣天氣影響 而延遍進度 長實已按照買民合約的規定 經律師發信通知買家 項目員工日期由今年5月31日 順延到8月尾 預計第三季內通知買家收樓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金營報導